来我们要说说乳腺疾病 电视机前的男观众 您可以别走开 因为我们要说的这几个乳腺疾病的患者 他都是男的 成都某高校的学生李某 明明是个男生 却有着比一些女性还丰满的胸部 最近李某发现自己的胸部越长越大 而且还有疼痛感 赶紧到医院求医 得知自己竟然患上了乳腺增生 昨天李某接受了手术 切除了异常增生的乳腺组织 和李某有着相同遭遇的 还有山东的这位郭先生 虽然是个纯盐味 可是胸前却长着一对 如篮球般大小的乳房 一年的时间里面 他的乳房就从馒头大小 长到了篮球那么大 组织切下来的和正常的腹袋一样 就是一种定义的状态 正常人的脂肪颗粒就和这种差不多 就是很小 它的你看这一个 都有大的有鸡蛋的味道了 记者从多个医院了解到 过去被认为是女性专利的乳腺疾病 如今却是越来越多的 出现在男性患者的身上 男人也能患上乳腺增生 不少市民第一次听说 不知道 不知道 没关注过这种 这个就是没有了解 专家表示 男性患乳腺增生 主要是由于体内的雌性激素在作祟 而肥胖是一个主要的帮凶 比如做手术的李某就说 自己常喝鱼汤进步 或许这就是乳房病变的原因 对此专家建议 应该少吃油炸食品 少吃还有动物原性雌性激素的食品 比如鹿绒 比如说工业化生产的肌肉 鱼产品 还有呢 尤其是像蜂蜜啊 蜂蜂酱啊 花粉产品 这一类的食品呢 我们要尽量少吃 医生提醒 如果有乳房结块 肿胀感 乳房皮肤凹陷 乳头内腺 偶尔伴有乳头溢血 腋下淋巴结肿大这些情况时 就应当提高警惕 到医院进一步的排查 切莫汇集记忆 您看 男观众在预防乳腺疾病的时候 在吃的上面 可以